这樊昌越狱 是你设的陷阱啊 这樊昌越狱 臣故意放走樊昌 又派人暗中跟着他 发现他 果然与萧世子的人碰面 对方还企图杀人灭口 樊昌恨萧世子过河拆桥 便向臣坦白 这些年来 他之所以赶心生妄想 是因为萧世子告诉他 冯义俊将和蜀中联合 一起谋反 勇往 是当年 最早跟着朕打天下的兄弟 他身上三处重伤 都是为朕所受啊 朕不相信 他是幕后主使 参长一面之词 不可信 并非仅凭反传公司 臣还彻查那些死士的身份 发现他们 都阻击封义俊 所以此事应是不虚 襖剑国之初 朕臣孝 腰王入都城共襄社戟 他对此说 自己年迈深屁 孤土难立 只想归乡供奉祭祖先分涌 朕身念他一片孝心啊 也没有强求 只是命他的长子 辱都城 封一个闲散世子 一切俸禄随他 难道朕 对他们还不够宽厚吗 人心不足 并非宽厚能够填满的 会不会是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自作主张呢 他想盗败军线 所以故意地隐瞒凡城 雍王自己对此事 一无所知 他无非就是一个约束而能 不得力罢了 陛下宽厚 但人心难测不可不凡 若想知道雍王是否知情 只需下诏传雍王回都城一趟即可 那他那个惹祸的世子在哪里啊 陈查过了 华县失败后 他就携心服回封地完婚 至今未归 此时回封地完婚 这么巧啊 这个星妇是何人呢 怎么 此星妇身份非同一般 是萧綦将军 何勇之女 何赵军 难道何勇也投了雍王啊 属下认为何将军实属忠臣良家 不会被雍王务逼 他也许也不知 雍王与妻子已经有谋逆之心 这样 你先去处置在京东的雍王当羽 朕下一道招书 找他如常处置 他若无二心 就看他是否遵从朕的旨意了 是 何赵军 这个名字怎么那么二手啊 回陛下 是萧綦将军何勇的妖女 被那萧世子蛊惑 与娄家二公子退亲了 现在那娄家二公子 正和那承家四娘子一亲 这喜事也要尽了 承家四娘子 是不是之前 此生护送入城的那个 正是啊 这个可恶的小世子 你说 如果不是他勾到别人 那柔瑶也不会去抢了 此生的欣赏人的 搞到现在 此生一个人 孤孤单单 孤家寡人 多可怜哪 可恶 最敢把锁 这袁善剑 除了要来府中做夫子 就别再说点别的 也没说什么要紧的了 就是夏季要饮热汤 世锦之人摊良知来的 他这么有学问 为何要到我们家中做夫子 夫人问我 我也想不明白啊 将军 再想想 夫人的意思 这袁善剑 也对咱鸟鸟有益 你再给我仔细说说 这几个月你都干了什么 见过什么人 不许露掉一丁点 好 全部都要说吗 嗯 那可就好几个月 好吧 那日我同三叔 三叔母 一同上马车 没让你说这个 啊 阿富不如再直白些 是不是想问袁善剑 就是袁善剑 你跟他何时认识的 见过几次面 都说过什么 也就见到过 五六七八次 不过敢保证 我跟他毫无干系 我可像参见谋士 那个袁善剑 为何特意 要来给你们做夫子 此人言不鬼随 他就不该叫袁善剑 他应该叫 袁善变 阿富阿母 此人自监当夫子 定是没安好心 阿母文博实广 教几个兄长已是足矣 为何要从外选夫子 再不见阿瑶也能教 你别整日阿瑶阿瑶的 我看这楼瑶啊 学问也就比你好半个发丝 那么多 你们就是看不惯了阿瑶 今日阿母也瞧见了 我未来的君姑 对我这个未来的心腹 是颇为欣赏的 想必我到时嫁入楼家 定是一路贪图 他本来就不喜欢 那个何昭君 何家断亲啊 闹得他是颜面无光 这个时候 他当然对你是满心期待了 你没有必要 这样沾沾自喜 明日你就随我去楼家回礼 楼家上下是如何模样 你亲眼看看便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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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